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因為我去到他的辦公室裡面 我看了很多桌子都放在肚子上 他也很高興 我說 這個是廖家村 丹念堡 這個什麼 他說 他看了我說 你愛 好像認認的 李一章都不懂嘛 你一個人都不認識 我說對啦 我都不認識 我真的都不認識 但你別笑 因為在那時代能夠本土夠用 而且我又讀光的 然後我們根本沒有機會學到 去了解台灣的藝術家 根本不可能去了解台灣的一些文化 標記村是一個 我們台灣是一個很重要的藝術家 因為當年我們看到也是壓秀牌的 我們壓秀牌其實是一個 一個運動是一個對抗爭性 很強的一個野獸的運動 但是為什麼抗爭性很強的 一個野獸的運動在台灣 就像謝里華寫的說怎麼變成軟趴趴的野獸派 但是其實我們看出說 它也確實在台灣一個新生的一個 新生的文化創造的一個橋樓 因為年代人家看出說 在亞洲牌的社會看到是重的 抗爭性很強 很重 很沉重 可是你能看到的話 可以存好它的果實是 但亞洲在去後很鮮明 活絡 跟我們的社會是有關係的 謝謝